要小心的是开车 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 就算在马路上走路都要专心 台中有一个男的 他在山路里面开车开一开 结果为了看风景 一不小心就跌进了一个施工中的大洞里面 车上两个人是还好没有受伤 但是呢他就痛骂说 你警告牌也移走了 封锁线也没拉起来 根本就是个陷阱 白菜轿车倒栽葱 栽进洞里 车头撞凹 整辆车车车身90度累的起来 马路上只见车尾和后轮 驾驶则是狼狈的爬出救援 因为路况不熟 而且加上那个视线不好 栽进那个施工单位 那个挡土墙的坑洞里面 滚暗灯光沿着山路走 蜿蜒小路路灯没有急斩 就在这个转弯处这个地方 男子开车直接撞进正在施工的大洞里 动弹不得 可能是白天刚好灌完江 那整个路面还有泥泞的部分 所以说他刹车的部分已经有刹车 但是还是载进去了 马路上立的告示 道路中断 开车走山路却栽进了施工大洞 怎么会这样 原来这名男子在返家途中 经过风源这处山区 风景太过美丽 男子分了心 一时没注意路况 连人带车摔进 2.4公尺深的大洞中 他栽进去的车头 还有那旁边没有裸落的钢筋 要不然就不堪设想 仔细看车过现场 没有任何封锁线 也没有三角锥 看风景变成摔车事件 男子大骂施工单位 怎么没有警示 幸好车上两个人都没受伤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正是李孟章 李次贤台中报道